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炒菜的时候加入大蒜能增加菜的香气 大蒜属于热性食物可以帮助人体补肾 还可以降低蛋骨醇 还能帮助人体补充气血 里面还有一种抗氧化剂 对肾脏功能有很好的保护 二 姜豆 从中医角度来说 豆类蔬菜大多是性贫的 特别适合人体补肾 而姜豆是这些蔬菜中的佼佼者 姜豆中的蛋白质被人体消化过 对肠胃有不错的养护功效 里面还有维生素B和磷脂 都有抗氧化物质可健脾补肾 三 莲子 莲子中含有丰富的莲子锦和莲子糖 此外还富含铁 钙 磷等物质 这些营养成分对人体补肾有很大的帮助 每天坚持吃莲子 肾脏会变得越来越好 女性都不希望自己出现衰老的现象 谁都喜欢自己十七八年轻的样子 然而衰老是必不可免的 不过有一部分的女性衰老极为严重 主要是日常的几个坏习惯导致了早衰现象 看看这几个坏习惯你有吗 一 睡前不洗脸 其实在生活中 大部分的朋友都不会睡前洗脸 我们忙碌了一天 脸上的油脂和灰尘都会堵塞在我们的脸上 如果说没有洗脸 那么就会导致毛孔被堵 皮肤出现各种问题 二 不防晒 很多人出门都不会擦防晒 其实阳光直射的时候 皮肤就会受到影响 它会造成皮肤出现干燥色素增多 甚至是斑点的出现 长时间出门不涂防晒 会导致皮肤加速衰老 三 饮水不足 每日的补水量不够也会造成衰老 因为皮肤的弹性水嫩都是需要水分的支持 一旦缺乏就会出现干瘪暗黄 长期就加速衰 绝命子可以说是很常见的一种中药之一 它本身具有很多的功效 到了我们的身体中可以有效的改善睡眠问题 还能润肠通便 今天咱们就来具体的说一说绝命子有哪些好处 一 改善失眠 如果在生活中我们出现了轻微失眠的情况 大家可以选择用绝命子治疗 绝命子性微寒 带有一点点的香桃气味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绝命子放在枕头里面 挣着睡觉 在晚上的睡觉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舒服 二 降血脂 绝命子还可以降血压 高血脂高血压的问题已经算是一大难题 患病的人群可以用绝命子泡水喝 在泡水的时候也可以加入金银花和菊花 每天服用还能抑制体内胆固醇的身高 三 减肥 绝命子可以分解体内多余的脂肪 用绝命子泡茶喝可以去掉体内各个部位的脂肪 并且绝命子也不会影响人体健康 平时也可以多喝一点花和菊茶 对减脂熟身效果也不错哟 很多人都出现过鱼刺卡嗓子的烦恼 让大家都开始厌烦吃鱼 这一不小心吞下去卡住喉咙 别提都难受了 当鱼刺卡住嗓子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大家都习惯喝醋或者是吞馒头 其实这些方法都是错误的 我们并不知道鱼刺卡在了什么方向和位置 盲目的用东西往下咽 只会让它差得更深 喝醋的话 很多醋的浓度太高 会烧伤口腔和食道粘膜 导致食道粘连还会出现微酸过多的现象 首先应该立即停止吞咽食物 防止鱼刺刺伤食道 我们应该先清咳一下 感受鱼刺的位置 如果鱼刺卡的比较浅 在肉眼可见的位置 我们可以让家人拿手电筒照一下 尝试地夹出来 如果位置比较深 那就要去医院寻找医生 建议让医生操作 好了 今天妇科病是女生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 分为很多种 通常来说 很多女性朋友患上复科病 都是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所导致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注意 远离复科困扰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三个坏习惯 一 不注意卫生 复科问题与个人卫生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如果平时不注意四处的清洁 容易滋生细菌 真菌或者部分病原体 趁虚而入 都会引发复科病 而且还会反反复复不爱好 二 经常熬夜 作息是用来调整身体和提高免疫力的 充足的睡眠可以改善身体器官功能 当机体免疫力提高 身体对抗外来病毒入侵的能力得到增强 经常熬夜 机体抵抗力下降 就会出现复刻问题 三 胡乱用药 当自己觉得哪里不舒服 就盲目用药 药物本身就具有副作用 胡乱用药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还会导致病变 建议去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断 对症下药 不要耽误病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